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慕思维 墨语亲亲 1327集 张凡借这个机会 将丹田里面所剩的微乎其微的真气 全都汇聚在一起 然后极力把其压缩 迅速地运送到了不满烈恨的瓶颈处 当这股压缩到极致的真气 与不满力痕的瓶颈接触的时候 这股真气瞬间爆炸开来 只听张凡体内传出了一声闷响 这声音几乎没有传到外界 但却在张凡体内掀起了滔天巨浪 在这一刻 张凡感觉剧烈疼痛在全身蔓延 他的肉体和灵魂就仿佛要分离一样 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死亡的灵境 但紧跟着 他体内瓶颈又传出了弯弱玻璃破裂的声音 他体内本就布满了裂纹的瓶颈 在这股真气爆炸所产生的庞大能量之下 近数地化为积分 转为能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与张凡体内经脉交融着 张凡也终于顺利突破到了 星期境第二段 紫哥的张凡脸上充满了欣慰 内心的兴奋 冲散了一切的痛苦 被王潇山训斥离顿的李翠云 并没有离开回屋 而是想要和王潇山继续地辩驳 王潇山冷声地说道 没听到我说什么吗 快点回去 李翠云咋吧咋吧嘴巴 面露无奈 只好抱着孩子 转身回到屋里 紧跟着 王潇山猛地回头 他的手掌再次朝着张凡的头顶 拍了过来 而就在他的手 距离张凡头顶不足二十公分的时候 那积粉所转化的能量 已经彻底融入了张凡的筋脉 在这一刻 张凡周遭的空气瞬间变得暴躁 宛若是惊涛骇浪一般 在空气里面拍打 整个院子里面的元气 迅速被调动起来 而后朝张凡体内灌注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气势 骤然从张凡体内喷涌 王潇山 那大向张凡头颅的一场 猛的一顿 在这股强大气势下 他的身体狠狠地被抛飞 撞在了另外一次的院墙上 时间不长 院子里面的元气 便连通于天地之间 源源不断地朝张凡体内灌注 张凡闭着双眼 满脸舒坦地 在享受着天地元气 对于肉身的滋养 他后背上面 刚刚被撞断的肋骨 还有五脏六腹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愈合着 这些元气修补完了身体 然后转化为真气 尽数地归于他的丹田 这种情况 大约持续了五分钟 当天地重归平静 张凡缓缓地睁眼 他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来 然后便见张凡缓缓地起身 朝着倚靠在墙边的王萧珊走了过来 王萧珊伤势很重 他此刻连起身行走都困难 李翠云和他们的女儿 在王萧珊的身旁 陪伴着王萧珊 见张凡朝他们的方向走过来 王萧珊看向他老婆 埋怨道 刚才我让你们走 你怎么不走啊 我不走 我不能丢下你 爸爸 李翠云连连摇头 看到王萧珊满脸的血迹 小女孩也是满脸的心疼 王萧珊看了一眼女儿 宠溺地笑了笑 然后把目光投向了张凡 你要杀的人是我 我的孩子和老婆什么都不知道 我希望你可以放过他们 听到王萧珊的话 李翠云急忙把目光投向了张凡 满脸祈求 小伙子 虽然我不知道我男人都做过什么 但我男人绝不是个坏人 还希望你能饶我男人一命 张凡看了看他们 并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朝王萧珊的方向走 很快便到了王萧珊的进墙 王萧珊夫妻两个 望向张凡的眼神 带着一抹恐惧 毕竟他们的性命就掌握在张凡的手里 一股真气猛地从张凡体内一散 下一刻张凡抬手朝王萧珊的身体拍去 在王萧珊看来他已经是活不成了 所以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李翠云也认为张凡要对王萧珊下杀手了 他的脸上已经是浮现出了一抹悲哀 但就在张凡的手掌即将接触到王萧珊的胸口时 他便长为止在王萧珊身上轻点几下 只见王萧珊的口中吐出一口浊气来 下一刻王萧珊猛地睁眼 望向张凡的眼神里竟是迷茫 李翠云的目光也是浮现出了一抹疑惑来 你 你不杀我 我此行的目的的确是为了杀你 听到张凡的话 王萧珊和李翠云的瞳孔都是一缩 但是 我接触你和你的家人以后 我感觉你并不像别人口中说的一样 是一个恶人 所以我并没有动手 而是一直在打听你的情况 听到张凡的话 王萧珊眉头一皱 和李翠云互相对视了一眼 小先生 谁说我是恶人呢 此时 王萧珊对于张凡的称呼 已经不自觉地变了 在此刻的王萧珊看来 张凡是值得他尊重的 虽然张凡没有说 但张凡过来杀他 不是上面指派的任务 便是受了他人钱财了 但张凡来后 并没有直接把他杀了 而是 在调查他的情况 确定他是否是一个恶人 这便证明 张凡并不是一个 只求名利 不便善恶之人 我今天过来呢 其实就想和你聊聊 但你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就要出手 张凡现在有些无奈 听到这话 王萧珊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尴尬 冲张凡说 这个 小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其实 我就是关心他们娘俩心切了 年纪连两天过来 而且实力这么强 我 我死了不要紧 但是 他们娘俩如果有什么闪失 我都不知道我活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